我接下你的科书看 你随便看 先把你那些内的看了 心梗心仰一般给多少 这个是一道急诊复苏的话 我看是养流量是11升每分钟起的 就急诊的 老板急诊跟病房还是非常不一样 是 我觉得是 你不应该复习吗 我已经试试方向了 我觉得急诊确实累 节奏太快了我觉得 但是卢老师都在你有点慌 我也有点慌 我不敢吃那个心事 精明都会慌吗 我有点怕 卢老师还是有性格真的 我很怕他讲实话 真的 节诊是很好的造调性 不可能混日子的 你要自己判断 我问你能不能出院 签了一顿白单子干的有啥用呢 谈谈谈谈半天 没有记录 都是无效的 你自己不签名要家里人签吗 好 他一来我就 要打击精神 来了 满 绿克 他们的眼神里满 各位同学跟我进来吧 一句话 走路带风 接下来是你们进入急诊课的第一次考核 考核的主题是和病人家属或陪同者进行沟通 急诊病人很重又很复杂 不可预料性非常多 所以如何快速有效的沟通是十分重要的 高商业一直在抠手 那么这次考核分数最后会记录你们在急诊的日常总分 这是会影响到你们的over的 这次考核所有的家属或者陪同者都是我们急诊室医护扮演的 所以模拟了一些极端的情况和场合 考核会以抽签的形式决定 每个人的谈话内容都不同 脸无带的笑 我 咋的了这表情 那现在A组学员先跟我去吧 不是要培训吗 就是直接考核 他就是通过考核当培训 我还没碰过这种东西 我觉得这个时候应该考我们的谈话技巧 真的好梦 很难搞 很难搞的 我是觉得很难搞的 怎么可能 我觉得就很快 时间来不及了 万一我到不了呢 对 对 哇 这是考场 这也太恐怖了 一对一考 第一位是谁 张恰可以了吧 这张主 来了 三十个家属是吗 你好 接下来三十秒的话仔细听 你听仔细的话可能会有事情 一开始就说我必须要怎样子 第一句话我就不是很爽 比如说我准备的这个爬杯 其实是让照顾我的情绪的 啊 啊 技巧是问题 你们是他父亲这女儿 这家里面自己处理到 自己吃到的啊 哎 吃的量比较大 看旁边那些空虫里包吃了得有二十片 虽然现在人还是清楚的 如果现在不及归的话 他可能接下来人一下就通过去了 所以现在的话能当务自己 首先要给他洗胃 哇 说的这么快 卢真眼睛都瞪大了 这样一个轻入性的一个操作 他可能消到穿孔出去 可能会发生什么 谁都说不好 所以我们现在每次马上他洗胃 现在轻位 签字 我怎么没听清我在说什么 签字 好吗 我签字没问题呢 好吧 先把字签在我们去 那准备 好 签字嘛 他要把书面东西给我解释听 他根本就没解释 他就说你赶快签了签了 他的语言是比较生硬 那他的精神症状 你们有什么办法 这个的话就是专科医生 来跟你进一部署的 现在我们急诊科 我们现在把急诊机 为操作全面诊做完 好吧 我们先进去 其实我希望得到其他的 能告诉我的一些措施 他都没有说 但是呢 这个时间差不多 对 节奏方面我觉得掌握的 还是可以的 如果有任何问题 我们之后再谈 好 那我们就这样 可以 张强会不会觉得 我棒吧 急诊室 快速地说清楚 怎么样 好 这些发生好 是不是很难搞 我在里面真的很急 那个人就一点都不急 我开头就接下来 三十秒钟里面的内容 你听好 可能最后你没有第二次机会 下一位 西区超来了 要拿什么 看起来像一个粉饼 但应该不是 你好 请问您是 我是他同事 你是他同事 好 那么现在呢 他家长人在不在 家长人是赶过来 真的赶过来 好 那么现在这个患者的病情 非常的严重 非常的复杂了 好 现在我只有三十秒的时间 可能没有第二次病糖化的时间 好不好 张强 他学了 他咋这么天真 首先他是一个主动脉夹层 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疾病 他可能会导致严重的休克 心肌吹血 心肌梗死 甚至是死亡 那么现在我们给他要做急诊的手术 那能不能再等等 等他们加回 我正式的不是 现在等不了 好不好 因为现在再等下去的话 这患者的病情会急度恶化 现在如果再不签的话 这个病情可能就救不回来了 他没有告知我这个病情 就马上说要去手术了 好像有一种急促的感觉 在催促我 要我签这些东西 嗯 是因为他介绍的情况太少了 他可能目的性比较强 就是想让他赶紧签字 对 那首先我们有一份这个 转运病情告知的通知 需要您签个字 我能不能拍张照 您先签的先好不好 现在签得非常急 现在等下去我们就没有时间了 人命关天好不好 签您的名字 好 需要您按个手印 是个印尼 好印台 为什么要印尼呢 为什么要按手印 我自作签了 他这个 按手印是什么意思 不是清楚的 这跟五个带麦生气一样 是签的 哈哈哈 然后叫有一份这个 您的签字 因为他现在情况非常的不乐观 所以我们要马上把他送去手术 做手术 这手术区 手术这个成功率高吗 可能会出现手术失败的风险 麻醉的风险 还有手术之后 可能会患者出现这个胸痛 大出水 心机肿死 现在我们时间不多了 我们赶紧签字 来 哇 这几下 他这个给他的压力太大 这说完这更不敢签吧 不行不行 这我不能签 除了问题让我一个同事承担责任 这我不能签的 现在如果不行的话 他真的救不回来了 你是不是在吓我 急了 多一句是要死了 第一句救不回来了 就是一个胸痛救过来的人 跟我说什么主动 他不是普通的胸痛 他如果是普通胸痛的话 我们就不会要求 进行这个手术治疗了 是不是我听不了 好家族是不是就在路过来路上 对对对 没关系好 那么到时候家族来了之后 我也在您旁边 你待会一起 大家家族说好不好 那我这个情况 我就请示我的主任医师 请示好 好感谢您 好谢谢 现在我们很多的学员 节省的病人就往私利潭 没有到这个地步 都是太着急了 为啥这么着急呢 可能他们觉得签了字 才算是这个成功 医学生会有这种情况 想赶紧的帮患者解决问题的这个心 因为家属有的时候 他没有专业背景知识 你短时间内难以把它讲得很明白 这个时候大夫你说着急 有时候可能并没有理智到那种份上 对 究竟都是人 对 他很难搞 为什么 他来的是同时 看你们两个人出来之后 都耳朵通红 我就感觉 下一位 我觉得唱节可以的 好 下次再来 走 好吧 我好 感谢观看